大家好,我是Johnny健的主題是人小志氣高 NBA最愛的球員Marguerite Books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結至2020 8月13號 戰神Alan Everson身高僅僅6尺 但他卻是NBA歷史上最出色的得分王之一 地表最強175S叫Thomas 曾經有一個賽季場軍送出28.9分的可怕數據 80年代曾經拿下灌籃大賽冠軍的Spot Webb 身高更是只有168公分 在NBA這個長冷的舞台中 這些矮個子的球員可以打出自己的一片天是相當不容易的 而今天的主角Bogus更是如此 因為他的身高只有160公分 這樣的身高走在路上你絕對不會想到他是一名NBA的球員 可是他在NBA整整打了14個賽季之久 還有比這更勵志的故事嗎? 我真心覺得可能不多了 所以今天咱們就要認識這位志氣比天高的球員吧 Bogus身高13大約160公分 體重136磅大約61公斤 我們要注意的是1986年 當時Bogus被選進了世錦賽代表美國出賽 冠軍賽對上的國家是蘇聯 最終美國87比85打敗蘇聯 拿下1954年之後第一個世錦賽冠軍 Bogus1987年選秀會的第一輪第12順位被子彈隊選進NBA 就在這個時刻 他成為了NBA歷史上最矮的球員 球員要知道的是Bogus在小時候因為身高不足的關係 常常被隊友排擠 接著靠著不斷的努力才慢慢的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1987年選秀會這一天 Bogus終於成功的站上NBA這個舞台 這不只是他個人的榮耀 NBA也因為有了他的加入 這也帶給了很多身高不高的球員更多的夢想跟可能性 子彈當時陣中有身高77 231公分的中鋒 Main with the Bolt 他就是目前盡快對Bobo的父親 當時在場上231公分的Bot 與Bogus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球風當然也是如此 Bogus場軍2.7火鍋是球隊的火鍋王 而Bogus1.6超球則是球隊的超球王 另外Bogus場軍5.1助攻也是全隊最高的數據 這裡要注意的是他的場軍上的時間只有20分鐘 而且賽季79場比賽中他只有14場先發 其他都是打替補 所以這樣成績一旦已經算非常優秀了 給一個賽季黃蜂跟熱火擴邊成軍 子彈並沒有留下Bogus 所以他被送到黃蜂隊 這個賽季雖然他也是從板墊出發 但他依然送出全隊場軍最高的7.8助攻 以及全隊最高的1.4超球 發球至90賽季 Bogus終於站穩了先發控球的位置 他場軍可以送出9.4分 10.7助攻2超球 我們要注意的是10.7助攻 這個數據在當年排在聯盟的第四名 前三名都是全明星球員 分別是John Sturton 魔術強生 Kevin Johnson 其中包括微笑赤克爾西埃Thomas 以及Mark Price等名將的助攻數都輸他 從此我們就知道Bogus的組織能力是相當出色的 90-901戰機 Bogus雖然場軍還是可以送出8.3助攻 但剛成軍的黃蜂隊戰機始終突破不了30勝 1991年夏天 黃蜂在選秀會上以第一順位選進的Larry Johnson Larry Johnson以場軍19.2分 11個籃板拿下年度新人王 球隊中的Candle Gill以場軍20.5分成為球隊的得分王 Bogus依然送出9.1助攻2.1超球的數據 這個賽季黃蜂隊終於拿下了31勝 1992年夏天 黃蜂對戰選秀會上以第二順位選進的成星Alonso Money 這個賽季Bogus也送出直接生涯第四得分上雙的成績單 場軍數據為10分8.8助攻2超球 而球隊中的Larry Johnson、Alonso Money 場軍得分都超過20分 賽季末黃蜂拿下44勝38敗的戰績 球隊打進了隊史第一次的季後賽 季後賽第一輪黃蜂3比1打敗了綠三軍 系列賽的第一場比賽 Bogus全場送出生涯季後賽最高的15次助攻 第二輪的對手是尼克隊 最終尼克4比1淘汰了黃蜂隊 93-94賽季Bogus場軍送出10.8分、10.1助攻、1.7超球 這是一張雙十的成績單 其中10.1助攻更是聯盟的第二名 擋在他前面的男人就是NBA歷史上的助攻王 John Sturton 這個賽季黃蜂41勝41敗並沒有打進季後賽 94-95賽季Bogus送出生涯得分最高的11.1分 另外還有8.7助攻以及1.3超球 最後在方圍面黃蜂1比3在第一輪敗給公牛隊 事實上Bogus的職業生涯最巔峰的時期都在95年之前 95-96賽季殷傷的關係整季只打了6場比賽 96-97賽季當Bogus健康歸隊之後 黃蜂在陣容上有了很大的調整 其中包括Larry Johnson、Alonso Monique、Kendo Gil等等都離開球隊了 換來的是Kano Rice、Devas、Mason等球員 Bogus在這個賽季送出8分7.2助攻 季後賽方面第一輪的對手是尼克隊 最終黃蜂0比3敗給尼克隊 這次的季後賽也是Bogus在黃蜂陣中最後一次的季後賽 1997年11月 黃蜂將他交易至勇士隊這個時間點他已經33歲了 在勇士待了兩個賽季之後 1999年夏天他加入了暴龍隊 跟Felland Vince Carter以及Tracy McGrady同隊 從板凳出發的Bogus場均能貢獻5.1分3.7助攻 幫助球隊拿下45勝37敗 季後賽方面第一輪0比3敗給老對手尼克隊 00-01賽季Bogus殷傷的關係整季只打了三場比賽 36歲的他也宣布退休 接著我們要聊的是Bogus在場上有哪些特色 第一點職業生涯沒有入選過年度前三隊跟全明星賽肯定的他 整個職業生涯送出6726次助攻 這是NBA歷史上的第23名 以一名身高只有160公分的球員來說 你真的不能要求他更多了 另外職業生涯助攻百分比為37.15 這是聯盟第17名 這個數據真的已經是一位明星控球後衛的數據了 所以他在場上的組織能力跟傳球能力 絕對是他為什麼可以站穩NBA舞台的原因之一 第二點他在場上失誤率非常低 生涯6726次助攻但只有發生1433次失誤 助攻失誤比為4.69 這是一個相當可怕的數據 這裡我們舉幾個例子 球迷才會更明白Bogus的助攻失誤比有多出色 我們早一樣是90年代的控球後衛來做對比 才會比較公平 生涯助攻數排在聯盟第4名的Mark Jackson 生涯助攻數為10333次 失誤次數為3155次 助攻失誤比為3.27 路人助攻王John Sturton 職業生涯助攻數為15806次 失誤次數為4244次 助攻失誤比為3.72 實際上一名控球後衛的助攻失誤比超過3 就是非常出色的表現了 但Bogus生涯助攻失誤比為4.69 從這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在場上是非常穩定的球員 以一名控球後衛來說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點整個職業生涯超球數為1369次 則是NBA歷史上的第62名 生涯場均1.54超球則是聯盟第74名 所以當他在場上時對手的壓力非常大 特別是高個子的球員 因為Bogus的速度快再加上他個子矮 所以高個子球員要下球時很容易就被他超球 接下來他就會利用自己的速度跟傳球的能力 進行快攻讓隊友得分 這也是Bogus在場上的價值 所以當時對手只要拉下籃板或拿到球的時候 一定是把球舉得高高的 這是為了要避免被Bogus抄球 第四點個子矮的意思就是容易被打點 這也是他在場上最大的問題 因為多數球員基本上都可以在他面前直接投籃 這也是R1個子球員在防守端上最大的問題 不管是地表最強175XL Thomas 灌籃王Net Robinson等等 在場上都會面臨這樣的狀況 但Bogus他在防守端上是非常積極的 我們可以發現他非常壯 所以在場上只有160公分的他 絕對會是對手想單打的點 但他的力量跟身體的對抗性 絕對是足夠的 直白說靠後天的努力彌補先天的不足 更簡單的說一名矮個子球員在90年代 如果你在防守端上是不積極的 老實說很難打14個賽季 另外身高只有160公分的他 整個職業生涯蓋了39個火鍋 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數據 其中蓋綿堂中鋒Patrick Ewing 這一球 更是成為了經典畫面 所以Bogus帶給球迷跟聯盟的 不只是他的傳球以及操球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在場上非常積極的 面對每一次的挑戰 第五點他跟三分大戰 Steph Curry的爸爸 Dale Curry相當有緣 兩人不只是在黃蜂隊成軍的 第一個賽季就是隊友 一起合作的9個半賽季 直到97-98賽季 Bogus被交易至勇士隊 才結束了在黃蜂隊的隊友關係 但有意思的是99-2000賽季 Bogus加入暴龍隊的時候 Dale Curry也在暴龍隊 這兩人又當了兩年的隊友 差別在於Dale Curry比較晚退休 所以這兩名球員一共合作了 超過11個賽季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緣分 第六點 Mark Z.Bogus並不是他的本名 他的本名是Taylon Curtis Bogus 但為什麼大家會叫他Mark Z.Bogus呢? 因為他的操球跟防守能力相當好 就像劫匪一樣的兇悍 所以才會給他一個Mark Z的外號 實際上NBA有另一名球員 也是用外號來代替名字 那就是胡人隊名將魔術強生 魔術強生的本名是 Alvin Johnson Jr. 可是大家都稱他為魔術強生 Bogus的狀況也是如此 這一點相當有意思 實際上88-89賽季才成軍的黃蜂隊 是一支很年輕的球隊 Bogus是對時三項紀錄的領先者 第一是生涯助攻速5557次 第二是超球速1067次 另外場軍助攻速8.84也是對時最高的數據 而在對時不可取代性這項數據上 他是對時的第三名 從這我們就可以知道 160公分的Bogus對黃蜂來說有多重要 可惜的是一直到現在 他的球衣還沒有被黃蜂隊退休 雖然整個職業生涯 他並沒有得到年度前三隊或全明星賽的肯定 甚至當我們在討論最佳控球後衛的時候 他也不會在名單上 可是他帶給聯盟跟球迷的影響力 絕對不會輸給那些全明星等級的球員 他自己曾經表示他會這麼努力 是因為他知道只要他不努力 就很容易被其他球員取代 這就回到片中提到的 在90年代如果你在防守的端上不夠積極 職業生涯真的很難打14個賽季 而他自己也表示 比賽的時候只有20%的時間球在籃框之上 其他時間球都在球員手上 而這個時候就是他發動攻勢的時候了 而且他並不怕跟身高比他高的人比賽 因為一直以來他都面對身高比他高的球員 所以當身高只有160公分的Bogus 可以在NBA打了14個賽季之後 這也帶給其他矮個子球員佔上NBA的力量 直白的說如果160公分的Bogus可以 那麼其他先天條件比他更好的球員一定也可以 差別在於你有沒有他這麼積極 以及勇於接受每一次的挑戰 這就是人小志氣高的Bogus 帶給全世界球迷最大的影響力 希望藉由這集的影片能讓更多年輕球迷認識 這位身高只有160公分的Bogus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影片結束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中文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一個事實的鼓勵喔 更衝的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小鈴 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